大家好 我是伟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玩者荣耀 纳克鲁鲁实战视频 这次我也是用大神搭配推荐的打野装备 纳克鲁鲁去打野 全部是打野装备 也是攻击型的装备吧 大家可以在最后分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的全部出装 大家可以选这个英雄的时候可以在那个装备界面里面找到大神搭配推荐的出装 排名第一的也是挺高的 主要是排名第一好像没有鞋子 我觉得应该是选择打野装备 然后又带一个鞋骨和打野装备 有气血之论 反正气血之论是两把 我都要把这个蓝魔拉到草丛里面想偷打的 被对方的那个双战枪给偷了 现在没二技能也跑不掉 运温死了 蓝魔本来是 蓝魔被偷了 还搭上一条 还搭上一个人头 看等下一早送他才報仇 開局就把我給裂了 我還沒升到二級 剛才只要把藍魔機殺機就可以升到二級了 我那時候拉到草叢裡面他都知道 因為一開始肯定呢 一開始藍魔沒了他肯定知道被我拉到草叢去 因為納克魯魯去藍也是挺快的 反正去藍的運行的話 要有藍都是挺快的 我覺得這邊下路了 這邊沒能打野啊 就我一個人認真的打野了 我打野刀還沒出來 其實這個納克魯魯打野挺快的 他一技能比那個懲戒的傷害還高 一技能換完然後再打一下 這個連打下來就是懲戒比懲戒的傷害高一點 後期的傷害更高 後期那個裝備起來了 現在只能打這種小野怪 一個一技能再砍一下 再砍一下就好了 現在打野刀追擊刀鋒 現在有那個寒冰成績 準備隨便換一個 哎呀沒搶到 其實放了快了一點 再放慢一點就搶個弧魔 現在繼續打這邊的上路的野又有了 我們先打藍魔 這一回應該不會有人來偷了吧 繼續拿到草叢裡面打 在草叢裡面打應該會安全一點 就第一次就這樣被人搶了 繼續打的小野怪好慢啊 現在花育還是很慢 前期花育不好花育 野區很多很容易被人清空了 我們去對方家的野區有沒有冠 有冠 來打兩架 也時刻觀察地圖 邊打野的時候 在對方家打野的時候 要多觀察地圖 突然哪裡殺出一個人羽來 就麻煩了 哎 有人在打 有人在打 我去把這個魚拉到草叢來 在他們家這邊草叢慢慢打 這樣人會安全一點 他們有人路過的話 沒看到野紅魔的話 他也直接走了 開個大招 看這邊 在起承向 剛才就是你搶我的 他現在沒辦法 他是滿血狀態 看他搶一下 打野倒也是到最高級了 準備去打龍打暴君 三個人一起打就快了 我搶到一個暴君 哎呀呀對方那個 點鹊 看他們家藍魔有沒有藍魔 哎 有藍魔 沒人打 沒人打我打 來來來來 來草叢 來草叢 再進來點 再進來點 好 這個位置比較好啊 我們就在這裡慢慢打 不過其實也不用拉 沒人關注這裡 地方沒人打野 那我幫他們清理一下野區 不用他們謝 就當剛才那個 暴打他那個 像這樣搶我的藍魔 現在就一個大招飛下來 繼續打野 四個野區 走一遍 然後現在是出了一雙鞋子 下一個應該是可以出汽血之刃 他的推薦順序也是這樣子 先是打野刀 然後鞋子 然後那個汽血之刃 神山像 你沒血了吧 死了吧 一個懲戒 這時候寒冰懲戒 運到 運到好了 剛才是也沒技能了 直接一個懲戒 把他懲死了 牛魔被我們夾在這裡打 他自己跑到這個窩裡面 以為是他的牛窩 還沒想到是他戰身之地 然後這時候對方露 露娜一個人 我們幾個 哎呀 對方也掛了 我方就剩一個 就剩我了 我也把他擊殺了 這時候一技能一派的上運場 一技能 第二次再砍他 讓他傷害挺高的 剛才是懲戒沒出來 要不然要不要直接扯他 就扯死他 因為懲戒剛是運在那個 扯上槍的身上 就爆了一次仇了 又是損傷槍 快撤 沒有血 他的荒滾 第一次傷害也是挺高 不然跟他硬彈 要找機會 保命要急 哎呀呀呀 居然躲在草叢裡面 這麼猥瘦 等待機會 先不靠太近 哎呀呀呀 躲過你的攻擊好了 我換有人來了 猴子 這下你還不死 哎呀 誰來了 牛魔也來了 先擊殺你再說 快殺 哎呀 跑不掉了 雖然又被終結了 雙門抓 雙上槍打 十字仙也能搶一個人 一對一 一對一 一放一 也足了 哎呀 我們這邊就是幾個人 打一個 直接打邊去 鋁布竟然被我翻 厚意思 是 感覺現在鋁布好像都不怎麼穩 真的是打那個克龍戰 然後現在因為太多人型的技能都飛來飛去 很多空 那鋁布的大刀就大刀能空冷 基本上措施掉 人家飛來飛去的基本控制 控制 控制不到 控制不到 死也要擊殺你這個 啊別跑別跑 加了一個技能 刷死 讓你搶我 藍魔 連散三次 更快 哎呀 想打藍魔 最後人來了 沒血 跟他打 開一個大招 飛遠 打我們自己家的紅魔可以吧 這時候我們在打藍魔 還是要拉到草叢裡面按前面 再打這個小兵 我家有氣血就對了 邊打邊吸血 主要就是藍還是不夠 來打個藍魔 沒有藍 剛才要放個1技能就好了 沒有法術 連不上 只好 剛好我們家有個藍魔 趕緊把他擊殺了 過來過來 不要躲草叢 直接把你擊殺 現在有藍就好打了 剛才沒藍 技能都換不出來 剛才有技能換了連招 肯定會連到一個 就算扎不了也能把他嚇跑 準備拆上路塔 應該現在上路應該沒人來干擾了 他們都去打 打團 在中路 中路有兩個 直接拆塔 現在中路打得很激烈 中路支援一下 開個大招 飛得快一點 沒控制好 沒控制好 有點亂空了 現在 有點亂 有點混亂 一到人多 然後一下有點卡 哎呀呀 我怎麼往上飛了 飛到哪裡去的是哪 技能太卡了 技能操控不過了 又剩我和露娜 露娜又是被我最後一次擊殺 這樣我發生 她就剩我一個了 對方團滅了 這一波下來 正大拼 剛才技能有點卡了 運得有點混亂 有些技能其實不是我的想法 她直接飛錯方向 不過還好是安全 剛才塔是沒打我 要不然可能是死的就是我 直接把她中路塔推了 應該可以推的 加個無精戰鬥 其實不用 不用我 吸幾個炮兵就可以了 我如果再打兩下 他們肯定會衝下來 然後現在先打這個欄 欄 沒欄 對方上下又想偷我 偷我籃 剛才在射我籃下 好去清理兵線 優先推塔 這個傷害也是很高 蠻高的 加一下攻擊速度 這個時候 衝擊就會速度加快點 現在對方好像都在中路 上路沒人還手 沒人還手 是我偷塔的好機會 就算中路給他公掉 我們只要公掉上路就好 很多人都會往中路走 中路塔沒了 應該也沒什麼多大事情 關鍵是邊路 邊路好像更重要一點 露娜來了 先走了 不管他好 打暴君 單挑沒問題 有七血的任者 還有懲戒的 還有懲戒的 上路好像又可以去打兩甲 折騰了他們上路 這樣上路他們必須要派人在守著 他們就不會打團了 現在穿個破滅君主 打這邊小野怪打掉 然後我們就跳上去 二技能直接開飛上去 因為他就可以穿牆 為什麼曹操的一技能不能穿牆 真是不懂 曹操一技能也能穿牆就好了 跑的話 直接可以從一個牆那裡穿出去 換一些技能 調性你也要弄打 這邊還要在打 沒看到人 這裡又沒人了 沒人了 來來來追我 追我 我去打小兵 然後讓我們兵可以直接過來 射一個 已經來沒背貨了 開大招 中路 野區這裡 聖上香 一個大招 趕緊跑趕緊跑 好多人追擊 糟糕 跑錯地方了 沒地方死了 可能死了 再加持了 原來無敗錯的地方 我以為這邊有隊友在 沒想到隊友都落到後面去了 好 這邊去對方 全部是對方的 來 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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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是在這裡打 打 那個 打群戰 打團戰 哇 對方的卡也被推掉了 現在對方直接掛了四個人 還是壓倒性的 把對方壓制住 壓入對方也發展不起來了 現在 那麼久 一個大招 這款塔應該會快掛了 一個炮兵 直接射了一套 就可以把對方基地 把對方的塔推掉 上路推掉就好 打完 應該是下路 下路下路下路 下路那個 要清理一下兵線 有點卡 換錯掉了 我要往前換一點 換不出去 所以有的時候他技能本來是想往前換 我沒換到 出了兩把氣球之論 然後又出了一把 第二把氣球之論 打主宰沒問題的 我打主宰還挺快的 特別如果開了一滴技能之後 來再砍他一下 去血相當快 趕緊擊殺掉 沒人來搶 然後完全又擊殺了一個主宰 這時候打團 贏的機率就大一點了 等他們先打一會 我們再衝上去 開打 還中刷西刷的 什麼技能都打 糟糕糟糕 還沒人打我 太混亂了 場面太混亂了 打一下這一波 要對方團滅 團滅的時候 對方論述 本期視頻就到這裡 然後出裝 緊供參考 好 這只是實戰的視頻 反正大家做一參考 然後本期視頻到這裡 謝謝大家欣賞 然後歡迎大家加群 點擊訂閱 然後點個贊 我都出的都是打野裝備 就出了一隻鞋子 其他都是攻擊型的 猴子是啥 對方說實戰